好那么花莲的疫情严峻 那么各乡镇的消毒工作是不曾停歇过 6月1号上午陆军花房部化学冰莲 就前往了寿丰地区进行消毒工作 那么保安保局副局长饶庆龙 以及寿丰乡长刘耀宗 一早也到场来关心整个消毒的作业 那么环保局也说了 从疫情升温后的消毒工作 现今内人潮聚集的地点 已经消毒了将近有3000处 就是希望民众有一个安心的环境 中央留情指挥中心 每日所公布的确诊人数都有花莲县 这也让大家对疫情感到焦虑 而各乡镇的消毒工作不曾停歇过 1号上午陆军花房部化学冰莲 就前往寿丰地区 包括东华大学周遭等地区来进行消毒 环保局表示 从疫情升温后的消毒工作 现今内已经消毒3000处地点 就是希望让民众有一个安心的环境 花莲县的防疫消毒大队 那我们截至目前为止 那全县我们安排规划的重点人潮聚集的地方 我们大概消除了 大概有3000处了 那我们也特别商请国军化学联 来针对我们全县13乡镇重要的道路 我们来进行加强的消毒 那另外就是防疫卫生局这边有通报足迹的部分 我们也请我们的防疫消毒大队也来加强 受风箱长刘耀宗也感谢花房部化学兵联官兵弟兄 协助受风地区进行整个消毒作业 也送上矿泉水 大西瓜表达慰老之意 感谢我们防保局还有我们国军弟兄 来为我们受风箱来做厨艺抗疫的任务 仅代表我们受风箱 非常感谢他们的辛苦 防保局规划6月1号2号两天 国军消毒车辆从受风开始一路南下 到副里进行消毒 也呼吁民众一定要做好防疫工作 戴好口罩 请洗手 减少人员移动一起来度过这波疫情 记者刘明胜 说风箱采访报道